这是我种的几棵日本枫树 去年十月份 九月份十月份种下去的 现在是七月下旬 多伦多 今天来看一下 想有一件事观察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种下去的小树 有几件事要做 一个是过冬 特别是过冬的时候 给它一个保护 我这真的有兔子 不仅有兔子 还有土拨鼠 咱们看一下是伤害 这是一棵日本枫树 也是去年种的 这个伤害是今年春天 今年夏天 就前不久 你看那树干被啃的 我赶紧亡羊步了 套上了 这夏天的兔子 还有那个groundhog 就是孽翅来动 会到这来咬 这本来还有一个很长的分支 这都给咬断了 然后这个树干树皮被啃了 特别是这两天 我发现兔子 好像新的一代出笼了 今天一代出笼 好多兔子 又开始在我的院子里犯难 还继续堵我的网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必要 一年四季都需要保护的一个措施 如果你家里有兔子 就灭植来动 第二件事情就是树个根 给它固定一下 其实和它的本身生长状况有很大关系 看那根的大小 它的植树的高矮 有些时候是不需要这个根的 这个根就是防止它倒伏 或者是想给它一个新的姿态 树个根 可有可恶 有人说这个根啊 会帮助它 会避免它倒伏 就是大风一吹 它就可能会被吹倒 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我见过 有人不要根 一吹就倒 当然我这个这么小 吹不倒 有的很大 一人多高了 它就不要根 但是呢 树干呢 也有反对生意 说 你没有干呢 会帮助它的枝干啊 在风中摇曳 能够让它帮助枝干更快的变得强壮 来支撑它 如果你有干的话 它的枝干会很弱 我的观点啊 我觉得它是最好有干 就是如果你要树比较大 怕它被风吹倒的话 要有干 再来说第三大要素 就是种小树的时候 第三大事情要做的 就是铺帽尺 铺木屑呀 铺compost啊 那种腐质土啊 都可以 目的就是保湿 在它头一两年 需要扎根的时候 给它保湿 保证水分 土壤潮湿 这样的话有利于根系生长 这里种的几棵 都是铺了帽尺 铺了木屑 一年前铺的哈 看现在 几乎没有了 当然了 说铺帽子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抑制杂草生长 好像抑制的效果并不佳 也许是我铺太薄了 也许是铺的时候挺厚 但是很快就缩减了 我铺的木屑呢 是要的免费的木屑 不是商店购买的 商店购买的是 Cedar Mouch 就是柏树的碎木屑 柏树有个特点 它的木头有个特点 就是腐烂的速度相对 或者是在所有的树里头 是最慢的 而我这个呢 是免费的哈 是Silver Maple 一种枫树的木头 打的木屑 腐烂速度相对挺快 我觉得这基本上 基本上快没了 但是去年铺的时候呢 我相信还是起到了不少作用 铺完以后 种下去这些小树 陆陆续续种下去以后呢 我还是定期给它浇水 比如说每周浇足够的水 无论是雨水 还是自来水管的水 确保头一年 因为我是差不多9月份 10月份陆陆续续种下去的 确保头一个冬天之前 有足够的水 让它扎根 从我这些生长状况看 你看这也几乎没了 全都凸了 生长状况看不错 我觉得木屑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也就头一个冬天完成了 接下来我要做的 反而就是把这个木屑应该去掉 有些大块的会影响割草 割草机过来的时候 支撑的小棍 我觉得也可以去掉了 因为这是今年种的 所以还在 其实其他的几个 有些也是有小棍支撑 头一年种下去的时候 但是过了第一个冬天 第二年夏天 比如说去年种的 今年夏天就可以把这小棍 去掉了 因为它的根啊 它的根系已经长到周围的土里了 从这些日本枫树或者这些小树的叶子看 不错 挺好 生长非常健康 不健康会表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就是叶子会干边 叶子特别像日本枫树 怕晒的这种 叶子边啊 边缘会发干 我这些所有的 走了一遍 都很正常 顺便说一句 我这些所有的树都是种在半日照 不是全日照 所以跟这个也有关系 正好是它适合的生长条件 保护树干的 我觉得 它这一辈子啊 一直得用着 因为我这个院子里指不定什么时候 还会来这些孽吃的动物 有人建议像这种 这好像三四块钱一根 蝉树的 像这种呢 夏天把它去掉 冬天保护 但是刚才我们看到了啊 夏天也得保护 所以呢 这种 这种透气性稍微差一点 如果你生活地区啊 特别潮湿雨水很多的情况下 这种它的透气性差 会造成树干的腐烂 对我来说 一劳永逸 长期给它 禁锢着 除非这树干长太粗了 长太粗 我觉得它也能崩开 我这是轻轻的 给它稍微挂上点 它长太粗 不会说把它勒死 好了 小树种植 一年的回顾 就说这么多 你有什么情况 欢迎在下面留言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